那当然就是说 刚刚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重建的部分 当然就是千头万序百废待举当中 大家可能比方说像山区 可能又有野西书郡的部分 第六河川局 或者是还要再跟林务局的部分 我们都要做一些分工 那在我们地方重建会的部分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做一些分工 这样子才能同步来进行呢 是的 其实我们在原住民的 一个区域的部分 其实不止我们的原民会 在里头有联络道路的工程 那其实在我们其他的局处 也在里头有一些工程 比如说像我们的新工 像那个茂林 132县就是我们的新工在执行 那这一条道路高达16亿 那所以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 那新工在这里办理 就是已经完成部分道路的修复 跟桥梁的那个兴建 它分了八九个标在处理 所以有些部分已经是通行了 那有些部分是还在设计当中 所以预计在这一条道路上 就可以在明年的六月都可以完工 所以其实山区的道路 其实在我们的市府的内部 有好几个单位在同时进行 道路也好或者是基地 比方说像在民权平台 民权平台的国小或者是道路 道路目前比方说像从民权台地 要往民权平台地的这一条道路 由我们的养工处在很困难的经费当中 拨出350万来整修这一条道路 那我们圆明会来执行 所以其实我们内部的单位 都一起在很重视 在市长非常重视这个重建的状况下 我们所有的单位都分工来处理 这个山上这些道路的工程 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毋庸置疑 我们是一起合作来处理的 是谢谢知心长 但是对于像刚刚议员有提到 就是我们开口合约的部分 可能现在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旦下雨 其实山上的族人可能就会 其实是有点担心 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一些便桥 或者道路的部分 可能又会遭冲毁 那我们的大动脉跟这些产业道路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连结 尤其是台20跟21线 那现在可能又是暂缓修复 我们要怎么样 不是这样 我是认为说 这是公路级该做好的事 你做了河床变道 河床变道它就是把土石堆高 然后边边一定要加蛇龙 因为边边不加蛇龙 河水涨一点点河水就进到 陆基 陆基整个就没有了 那他们很奇怪 这个公路其实真的很奇怪 路面比如说 它田高4公尺 那么边边也不加蛇龙 所以只要一下雨 整个陆基就不见了 你假如说把陆基 目前在南昂公路或是台20线或是到茂林 整个陆基还没有 附建完成以前 你要比较让这个道路 它的使用性 久一点就要加蛇龙 蛇龙一定要跟路面的高度平行 那这样才可以维护陆基 变道 它其实是进到 水有进到那个陆基 它只是 陆基就会往下沉 不是流失 往下沉 那天气好了 公路基赶快填土填上去 那么这条路呢 一两天就可以马上使用 所以我们这个纳马下 陶原大概河闯变道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开口河约 你公路局在交代工程设计师的时候 工程设计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设计 蛇龙要跟路气一样高 那这样的话 每天看到包厂在某一段 都是在那边修路 那执行长讲的 那这条路不能过 有的工程不能做 所以刚才有一个 可能是做包山的工程 路坏掉了 它不能做 所以公路局 真的要花一点心 所以我是觉得 公路局从开始 所谓的开口河约 两项加钱 那茂林多少钱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讲说加茂林 二十几亿 开口河约的钱 就这样两年 二十几亿一座钢筋水泥桥 钢筋水泥桥 一座两三百公尺 大概四亿 那可以盖几座了 而且有的部分的路段 是可以做 那比如说 我们复兴里到月湾这个部分 可以不走核床变道 可以走我们农民乡亲的农地 那么请公路局办征收 然后把那一段路 就是移到农地的平台 当做现在的道路的话 核床变道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公路局真的要检讨 是谢谢议员的一个意见 那我们剩下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请大家来针对今天的议题 对于我们在后重建 大家是不是还有抱持着更大的一个希望 以及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我们是不是先从执行长这边 您基本先开始呢 是我想刚刚我们伊斯坦达议员 有提到永久屋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都很清楚 在我们的山林大爱园区 因为来自于纳马夏桃源 茂林等地的居民 离家非常远 那生活生计都产生了问题 那所以中央的永久屋政策 不见得能够符合所有居民的需要 这个我们也很清楚 那所以其实接下来 我们市府会针对留在山上的 重建的原住民朋友们 多一些的心力 多一些经费来照顾我们 留在山上原住民朋友 但是就是有部分 还是非常需要在山下生活的朋友们 我们也提供了这样子的可能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永久屋 在中央定了政策之后 虽然我们无法去改变它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管道 我们来同时进行照顾 留在原乡的朋友们 是 谢谢知心长 那我们请我们的主委 谢谢 好 谢谢 原住民的生存能力很强 应变能力更强 那只要把这个主要的道路 就是刚刚讲的 台20 21线这一条道路 弄好的话 生活改善 甚至于快乐就会自然 就会产生 这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我们快乐嘛 你道路不通 当然就不快乐 为什么 我们各项的产品 各项的建设 各项的农业的 这些所谓的改善部分 都没有办法去实施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假设这个道路通的话 它会带动什么样的方式 第一个 重建工程这些工人 他们就会想办法 在地去租房子 那有租房子 老百姓的房子就可以拿来住 就有一些收入 第二个 游客或者是工程人员 他们会上山 就会在地消费 那产业餐厅这些营业 就可以开启开工 第三个 当地的人也可以 因为有工作做 他们就可以参加 这所谓的临时工这个部分 第四个 道路通了 旧意就方便了 对不对 第四再来就是说 孩子们 他在外面求学 或者是在想念家园 因为道路通了 他自然就会想回家 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 那更重要就是 刚刚我们里长讲的 道路不通 农业这些产销的部分 输不出去 那当然会造成我们的不快乐 所以整体来讲 我非常支持配合 那个刚刚议员 他们所强调的这个道路的部分 拜托这个中央这个部分 赶快加速进行 所谓的这个主要的干线 让我们其他的这些工程 能够同时并行 这样的话原住民的快乐才能够产生 是谢谢 十一元三十秒不好意思 希望中央政府 能够把所谓的重建思考 现在把时间放在原乡重建 赶快把两条道路 台二十线二十一线 赶快开通 这是中央政府一定要重新思考的 我们不要说破千九成 原乡重建零 中央政府一定要改变 原乡重建的这个基本理念 是谢谢历长 我们那边 我替李母那边的李明 发声是说 希望我们这个台二十线 还没有在复建之前 我们那边联络道路 山座的联络吊桥 尽量施工 尽量快点发包 这样我们那边的李明 才会很快乐 是谢谢 以及还有我们那个拉瓦不思西 因为他现在的河船 跟那个村落一样 希望是说 尽量用钢筋水泥加高 然后 防护那个肌肉的安全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今天来宾来 跟我们大家分享 我们重建的这个新希望 那灾后重建呢 重建区的工作 我们一起努力持续关心高雄现场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 by bwd6